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盛世美颜 陈晓可是当年被誉为古装美男子的存在 就连赵丽颖这号人物都对他放心安许过 而陈颜希呢 这位台湾小妹虽然长相娇小可爱 但在大陆拍古装剧时 可谓是毁三观了 不过,我们且听天由命 看看这对奇葩夫妻后来是如何逆袭的 当年他们的恋情曝光 可谓是惹怒了无数痴情少女 有网友评论说 陈晓这是下了狗眼眉瞧见赵丽颖有多好 竟然选了陈颜希这个小丑妹 看来当时的舆论可是对这对情侣十分不看好啊 不过,有趣的是 也有一些网友为他们的爱情力挺 谁的感情路该走怎么走 外人又怎能随意指指点点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好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这是说的好有道理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对夫妻的巧事吧 比如说陈晓曾在节目里说过 如果老婆同时爱上两个人 我就去死 可是陈颜希在另一个采访里却说 如果有梁朝伟或刘德华陪同旅行 我和陈晓都会很高兴 看来这两口子的观念可是有些出入啊 难怪网友说他们观念不合 难以长久呢 不过话说回来 婚后的陈晓陈颜希也渐入家境了 两人的事业都小有起色 家庭生活也是和和美美 有网友说看他们的日常太甜蜜了 比我和恋一般甜多了 可见幸福的爱情就在身边 只要用心经营就好 最后我们还是祝福一下这对奇葩夫妻吧 希望他们能勇于爱和白头偕老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自己的感情 并且互相宽容理解 就一定能活出最美的爱情 这是一个近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标题 让许多网友对陈晓和陈颜希的婚姻感到好奇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被说成是算计和报应 他们的感情真的出现了危机吗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 陈晓和陈颜希的相识和相恋过程 陈晓和陈颜希的婚后生活和争议 陈晓和陈颜希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展望 陈晓和陈颜希是在2013年拍摄《神雕侠侣》时相识的 当时他们分别饰演杨国和小龙女 是一对经典的武侠情侣 据悉 杨仁在剧组就有了好感 但并没有公开恋情 而是保持低调交往 2014年 杨仁又合作了电影《神雕侠侣》之东城西九 进一步加深了感情 2015年7月5日 杨仁在微博上同时宣布恋情 并晒出了一张亲密合照 引发了网友的惊喜和祝福 同年10月5日 两人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成为了娱乐圈中一对幸福的夫妻 2016年12月27日 两人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小星星 从他们的相识和相恋过程来看 他们并没有像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算计 而是真心相爱 经历了风风雨雨才走到一起 他们也没有像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善恶 而是积极向上 努力工作 为观众带来了优秀的作品 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像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报应 而是美好甜蜜 让人羡慕 虽然陈晓和陈颜希结婚后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 但实际上他们也面临了很多困难和争议 首先 他们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分隔两地 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相处 其次 他们因为各自的事业发展不平衡而引发了歪界的质疑 在此他们因为个性和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上的裂痕 首先 他们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分隔两地 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相处 据悉 陈晓和陈颜希结婚后就很少同况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更多的是通过微博或者视频来互动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个人在国内拍戏 另一个人在国外旅游或者拍摄广告的情况 这样的生活方式无疑会给两人的感情带来考验 也会让网友怀疑他们是否还有爱情 其次 他们因为各自的事业发展不平衡而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陈晓和陈颜希结婚前都是当红的演员 拥有很高的人气和影响力 但结婚后 两人的事业走势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陈晓凭借孟华路宾与火大宋公辞等作品 获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认可 成为了一线男星 而陈颜希则因为声誉和选择的原因 拍摄的作品不多 也没有太大的突破 甚至被网友质疑演技和颜值 这样的对比让很多人觉得陈晓配不上陈颜希 甚至有人说陈颜希是靠陈晓吃饭的 在此 他们因为个性和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上的裂痕 陈晓和陈颜希虽然都是演员 但他们对于演戏和私生活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 陈晓是一个非常专注于演戏的人 他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的私生活 也不喜欢参加综艺节目或者做商业活动 他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他塑造的角色 而不是他本人 而陈颜希则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公开场合秀恩爱和营销自己的人 他经常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陈晓或者孩子的照片或者视频 也经常参加各种综艺节目或者广告拍摄 他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他美丽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他演过的角色 这样的差异让两人在很多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 也让网友觉得他们不合拍 尽管陈晓和陈颜希面临了很多困难和争议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彼此 而是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感情 最近 两人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动态和展望 最近 陈晓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和陈颜希的感情状态 他表示两人虽然经常分开工作 但是每天都会通过视频通话来保持联系 也会互相鼓励和支持 他还透露两人已经开始筹备第二个孩子 并且希望能够有一个女儿 他说自己很爱自己的家庭 也很珍惜自己的妻子 最近 陈颜希也在参加综艺节目时谈到了自己和陈晓的感情故事 他表示两人并没有因为牺牲情 而是因为彼此欣赏而走到一起 他还透露两人结婚前后都很浪漫 会给对方准备惊喜和礼物 在翻拍的《神雕侠》里中 陈晓扮演了杨过 而小龙女的扮演者则是他未来展开追求的陈颜希 彼时的陈颜希趁着沈嘉怡的热度居高不下 人气爆棚 两人因戏结婚并且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陈晓说一件陈颜希让他第一次产生了结婚的念头 婚礼上陈晓动情上演的《投杀文》更是献杀众人 自从结婚以来 两人的恋情十分稳定 2016年 两人有了孩子 只是 顾家的陈晓因为一个丈夫身份却丧失了更多的拍戏资源 在那一段时间内 陈晓经历了口碑上前所未有的差评 她的事业停止了许久 直到孩子长大了一些 她才复出接戏 可娱乐圈的星星如同大浪淘沙 无情的娱乐圈并不会只为陈晓停留 当她复出时 更多的人则是抱着看戏的姿态审视陈晓 但沉寂了多年的陈晓演技非但没有退步 反而更加饱满 或许是生活的打磨让她有了更多的阅历 在那年花开月正园中 她饰演的角色和孙丽同台大戏 凭借出色的演技 她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成为了一位实力派演员 当年因为孩子淡出娱乐圈 是许多人的遗憾 而当陈晓再次站在大众视野前 她比以往多了几分稳重 她能够更加用心地对待每一位角色 在接戏时 她不关注流量 而是倾向于体验更多不同的角色 作为演员 她有着自己的操守和坚持 有人调侃陈晓归来仍是少年 这又何尝不是对她的褒奖呢 在浮躁的娱乐圈中 急功近利的心态会磨灭一个演员的任性 她则不教不造地走好自己演艺生涯的每一步 既然有这样的态度 就不会让观众失望 怨陈晓星图谈道